南韓官員說北韓在星期二發射導彈看來未成功 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發表聲明說 北韓在星期一清晨5時30分 在港口城市沿山附近發射了煤導彈 據日本的NHK在星期一報道 日本政府因北韓可能發射導彈 而命令自衛隊進入戒備狀態 日本政府還命令海上自衛隊的驅逐艦 擊落威脅日本領土的任何發射物 一名南韓國防部官員說首爾一直保持戰備狀態 南韓官員並沒有透露這枚導彈的種類 但有報導說很可能是沒有水端中程導彈 類似北韓在4月份連續三次發射失敗的同類型導彈 據報這種導彈的射程是3000至4000公里 日本、中國和關島都在射程範圍之內 離合國安理會禁止北韓發展核武器和彈道導彈技術 北韓的主要盟友中國呼籲金正恩返回談判 爭取已取消核項目去換取經濟援助和安全保障 週末,我們會有ues在你的電話 第一次發展核武器和前線 發展核武器和前線 發展核武器和前線 發展核武器和安全保障 發展核武器和前線